以后吃不完的豆腐不要再扔了 把它做成豆腐煮 无论你是吃个面条 还是喝个粥 都特别的香 特别的好吃 今天我就把我的配方分享给大家 首先村友们从中头买上五毛钱的豆腐 会来切成大大小小的小房块 像视频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切好的豆腐放入蒸锅里 盖上锅盖 这豆腐上剔上五分钟 老弟每天用心嚼做菜 喜欢老弟做的美食 给老弟双击点个小爱心支持一下 老弟就差你一个小爱心就上热门了 老弟在这里祝您 多生钱少生气 心想失声万事如意 然后盘中放入两勺细辣椒面 一勺五香粉和一勺精盐 用筷子朝着热门的方向搅拌均匀 碗中倒入82年的高度白酒 这个时候豆腐也就蒸好了 先把豆腐晾凉 再蘸点白酒 这样豆腐放多久也不会坏 再把豆腐均匀的裹上盐 五香粉 辣椒面 放入一个密封的小罐子里 再加入少许食用油 封住豆腐 盖上盖子 放上七夕48小时 等一下就好了 这样的豆腐乳您学废了吗 赶紧转发收藏 做起来吧 注意一下看更多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